牛番茄的營養价值高 被农民视为高经济作物 为了保证品质的稳定 外观色泽均匀 饱满多汁 还要能吃到番茄的天然鲜味 二代青农张耿豪 花了好大的心血 打破父亲内被传统的 露天种植方式 全面改成温室生产 不仅让产量暴增近十倍 营收更高达四五百万元 但原本的他是在都市当厨师 怎么会在32岁那年 隐居深山返回南头部落乌农呢 一起来看他的故事 这个老爷我们要剪掉了 他做我们的番茄 不会长大 我这次做的漂亮吗 可以吗 漂亮 可以好 一边采收一边话家常 这就是每天早上五点过后 番茄园里的真实样貌 采收番茄的时候 我们这个地头要剪干净 我们才不会给另一个番茄受伤 你采人到底的话 它才不会再撞伤这个番茄 它撞伤现在是看不出来 可是越红的时候就看得出来 它就会变成水伤 撞伤 然后会水水的 然后就会烂掉 它会扩散到其他的 就怕殃及无辜 采收时得小心翼翼细心呵护 而且为了考量到手感的问题 农民们宁愿不戴手套 就算双手被染成番茄手 他们都不在意 其实它也是可以跟我讲说 它是帮我擦一层的指甲油 如果我们每天剪叶子的话 一直摸摸摸 其实它也是我们没有戴手套的话 它也是会黑到这边 黑到这个手这边 它也会变黑 像我就不喜欢戴手套 我就喜欢摸那个番茄 瞧这一颗颗锤挂在藤蔓上 红通通的牛番茄 虽然大小不一 但每一颗都温元饱满 二代番茄农张耿好说 这是山上才有的部落农产品 而且非得靠温室栽种不可 现在是海拔1200至1500公尺 那种出来的品质 就是因为它的气候海拔有达到 所以番茄它在它最适合的温度上面 免种 然后又给它最好的温床 给它种了以后 它会比较大壳 那平地的话 就是因为它种不出来 番茄可能会受热障碍的影响 没办法增长 那它就生不出果实 或者生出一些畸形果 别看张耿豪年纪轻轻 一副涉事未深 这一大片两甲的温室番茄园 全是他这几年 番茄自学得来的成果 年产量高达20万公斤 那我们在农业这块 其实没有专业的师傅来引导我们 我们都要自己去学 而且去学的时候 只能用以而传而的方式 根本没有专业的老师来教我们 那学术界的老师 他只能够用 他的课本上面教的图片来告知你 那真正还是我们用经验去累积 对 要加上你的就是说 配合气候肥料 然后再来就是荣耀的资产 去达到病虫害最少 然后把你的产量最大化 它这个要输化 要把它这个打掉 才不会就是一直吸收养分 像我们现在就是做的是温室设施 那早期爸爸是偏向于传统农业 种露田 就是因为看到爸爸 他种的方式想要改变以往 种植温室 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全是因为 有一年在台北当厨师的张耿豪 听到父亲辛苦载种的牛番茄 全都付诸流水 身为家中唯一的男丁 除了于心不忍外 更是百般的自责 也是遇到一种病虫害 番茄种下去 它就死掉 要到财收就死掉 可是我们一直在克服 这问题到底是哪里 是从上游的源头 种子呢 还是土地上的土壤 还有下雨的病虫害 那我们一一的去破解 后面就是它土壤的问题 还有露田的那个下雨的菌太多了 那我们就那时候的挫折就是 种了产量真的 真的是没有那么好 就是可能今年收入 挂领赔本 眼看父亲年事已高 为了扛下这重责大任 张耿豪决定 放下都市的一切 回到山上返乡务农 但是当他做足了功课 准备砸重金弄温室 帮番茄园改头换面 却遭到父亲强烈反对 他只好提出比赛的方式 和爸爸的露田栽种 一较高下 先从第一座一粉地 然后做温室 那觉得说这一粉地 跟你一开始生产露田的方式 是五分地 那两个人的成绩 反而是一分地的那个产量 很吓人 从一个月生产 可以到三个月连续采收 那露田因为它有病虫害的影响 它就是说 可能我们原本可以采收三个月 那因为一场台风大雨没遗迹 然后就把那个露田给摧毁了 一次的试验事实摆在眼前 光是露田栽种的裂果 就占了百分之七十五 更别说若是遇到气候变化大于预期 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因为我看到说 人家的做出来的东西是完美的 那爸爸说 他的想法是传统 希望说节省资源 不要说乱花钱 那我做了以后 爸爸看 你这也很有一把刷子 那就 我爸爸就慢慢看到说 用我的方式来做 像这叶子那么茂密啊 也是不能够太多啊 太多的话 就是那个虫躲在里面 或者生病 他们最喜欢就是 不要那么的闷啊 除了病虫害防治外 张耿豪更是突破 传统的动静观念 就连肥料的管控 也总自动化 减轻人力负担 那现在是用液肥 液肥的方式去给它调配 所以它就是 直接让植物自然的那个 最直接吸收 像我们露天种那个番茄 原本可能是两三千公斤 可是我们种温室的话 种五千株 然后它就生产是三万公斤 三千箱 它提升是因为 它所有的东西就是 用自动控制栽培 对 那比较以往的传统方式是 传统方式是要说 人力比较吃紧 那还有就是天如果下雨的话 我们无法去作业 就要搁置了 产能大跃进 一下暴增将近十倍 该如何把这些 饱满鲜红的牛番茄 买出去得到拼有利润 对张耿豪来说 又是一大难题 传统市场就是因为 早期我们跟它买卖的时候 被大盘剥削 那大盘它剥削 它也赚它应该赚的 可是我们在想说 我们的成本那么高 我们可不可以就是 省略这个游戏规则 潜规则 那我怎么打破 后面我就尝试着 去跟通路产商去协调 我说可不可以省这一条 这一个这中间的剥削 都可以的 你品质顾好 我就拿你的货 那我就朝产销履历 我也跟爸爸说 我们尝试看看 做了并不会损失什么 但是你没有做 永远就是一个未知 那做了你第一步踏出去 后面产商就会慢慢的来找你 这个的话是这个 人工筛选后分级包装 这时只要是稍有瑕疵的 或是外形部美观可口的 早已被拒于门外 筛选过以后 然后进到市场去拍卖 拍卖以后它就有一个价格 像今天的价格行情就落在于 就是1700 算是最高的时候 在张耿豪一步步技术的改良下 不仅产量大丰收 营业额也从原本的100万元 成长到四五百万 如此傲人的成绩 让父母亲予有容烟 不能说是很高的分数 但是80分有 发现一点就是 我们的那个牛番茄 有分一到六个等级 然后等级有好的也有差的 那我们把差的丢掉浪费 我们就把它用到餐桌 餐桌上面就可以给它开发面 这一道让人看了 脆鲜三尺的番茄肉酱面 不但用料实在 每一口都能吃到番茄的酸甜滋味 为了做出有别于传统的葱油饼 陈妈妈也绞尽脑汁 把自家温室种植的牛番茄 打成果汁 煮出茄红素 就是说色素 还有它是抗氧化的东西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 这样子说点一些不一样的 尤其山上的东西 因为它气候的关系 早晚温差很大 所以那个番茄吃起来 就是不一样的口感 从产地发展到餐桌 这就是二代青农张耿豪 努力串起山上山下的连结 他只希望有朝一日 自家部落的农产品 能发挥到最大的价值 这样农民们的辛苦 才算没有白费 都看到这里了 想必一定很喜欢我们的影片吧 大家好 我是凯纯 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 加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咯